新北市板橋七月發生 工人裝修冷氣機砸死女大生的事件 引發關注 有社區管委會公告 要求住戶安裝冷氣 必須簽署竊結書 新北市政府也修訂 裝修的作業指引 內政部則表示 目前都有法令規範 施工時應該設置防止物體飛落的設備 考量師傅保養冷氣機的安全 也免去不必要的麻煩 黃先生花了一筆錢 在冷氣機外 自主加裝不鏽鋼圍欄 防護安全 因為新北板橋 七月發生工人裝修冷氣機 施工不當 雜死女學生的事件 深從這個社區的管委會 隔天就公告 要求住戶安裝冷氣 要向管委會報備 簽署竊結書 社區自律管理 也請住戶主動檢查冷氣支架 是否鬆動 而新北市政府也修訂了裝修的作業指引 納入地面的安全防護作業的規範 保障施工者 下方通行者的安全 有業者就在夏天裝冷氣的旺季 訂立獎勵辦法 以防萬一 業者認為 雖然指引可以讓業者有所適從 可是沒有強制性及罰則 希望中央對建築物 附掛物的規範 訂立新法 如果發生意外 也有助於釐清責任 呼籲中央加快立法腳步 不過內政部表示 目前藉由法令及作業規範 施工時應設置防止物體飛弱的設備 遵守職安的規範 記者陳嘉欣 張敏如新北報導 至少 好